这句话说出来,吴倩倩还不觉得如何,但楚阳却深深为之动容,紫邪情所有建过的功法,那得有多少,但风月双星却能够排到第一。 风月双星这门功法,分明还有更进一步发展的空间,紫邪情说道。 威力现在看起来并不是很大,但历来的双修功法,因为采阴补阳或者采阳补阴的原因,夫妻之间必然有一个处在弱者的位置,不能齐头并进。 但风月二人却完全平衡,最重要的一点是,这门功法修炼起来,能够轻易地接触到大道虚空,这才是最珍贵的地方。 他抬头看了看楚阳,你的道境与他们的道境不同,你的是乾坤,他们的却属于阴阳,这样说你明白吗? 明白,楚阳点点头。 而且若是你们两个修炼,由于你的特质和功法特殊,还不必担心子私问题,这样对于解决那件事也能促进。 紫邪情说得隐晦,楚阳听得心灵神会,促着眉头沉思不语。 吴倩倩在一边听得似懂非懂。 这样一来,等到最后阶段,或者风雨柔和月灵雪,将是很轻松的一对。 崩灵献天破碎虚空的时候,因为别人都是一个人承受天位,他们却是两个人分担。 而且,由于功法原因,二人融于一体,不会引起天位加倍,岂不是很轻松容易吗? 哦,原来如此。 所以,他们将会是与尘封流云一样,只要不在九重天夭折,就会成为另一对真正意义上的神仙眷属的夫妻。 啊? 紫邪情如同头上挨了一棒子,从椅子上跳起来。 陈峰与刘云是一对夫妻?乃是一男一女?不是两个男的? 紫邪情颇为哭笑不得。 你说这话真是可笑至极,两个男的能够成为夫妻吗? 楚阳呆呆地坐了下去。 九重天大陆永恒传说的陈峰流云竟然是一对夫妻? 为什么这样一件事,竟然没有人知道呢? 世人皆知,陈峰流云乃是一对对手,有谁知道他们是夫妻的? 一边的吴倩倩也是一脸害意,为这个消息的劲爆,也为紫邪情的渊博。 到现在,他终于看出来,也觉察出来紫邪情的不平反。 而且,吴倩倩隐隐隐有一种感觉。 这位子姐姐提起自己师父的时候,居然有一种,似乎是提起后辈的这种感觉。 而且,就连陈峰与流云,似乎也不在他的眼中。 这么一想,吴倩倩就更加的觉得害意起来,难道他不是楚阳的那个心上人? 吴倩倩低着头,谈到这个双修问题,吴倩倩就算再厚脸皮,也有些承受不住了。 你好好考虑吧。 紫邪情意味深长地看着楚阳,楚阳沉重地点头。 吴倩倩,你继续说。 吴倩倩红着脸,平息了一下心中的波澜。 就在今天上午,法尊即将赶到天积城,而我两位师父不愿意偷偷摸摸地与人为敌,已经赶了过去迎接法尊,顺便也是夏战书。 夏战书?楚阳无语地问道。 对。 吴倩倩皱着眉头,他们说要光明正大的一战。 光明正大的一战? 楚阳更加无语了。 你这两位师父也着实是极品了一些吧? 这种事情谁会与他们光明正大的一战啊? 他们只有两个人,对方却是整个九冲天的执法者,和主宰九冲天上万年的九大家族的所有抵律。 如何光明正大的一战?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问题。 吴倩倩叹了口气。 要是真正的公平决战,一对一,没有什么阴谋诡计的手段。 我们也不会担心什么,生死胜败更不会抱怨。 可问题就在于,这方是绝对不肯跟他们光明一战的。 楚阳眉毛皱了一下。 不错。 可岳师父却认为,这种事情乃是道不同不相为谋。 再说了,双方又有一万年相识的关系在里面摆着。 不宣而战,不是君子守为。 我岳师父为人非常的耿直。 啊,楚阳笑了。 这一点我可以看得出来。 月灵雪这种人,应该就是那种操守品行,皆是追求完美的那种人。 言出必见,光明正大,不管做什么事,都是抚养无愧。 这种人的性格,那就是天生的英雄性格。 宁折不弯,宁死不屈。 无论任何时候,都不放弃自己的信念和为人准则。 这种人让人敬佩,也让人觉得迂腐。 迂腐的可恨,却也迂腐的可爱。 我担心,他们两个会在今后的战斗中被法尊等人算计。 所以,我提前过来跟你商量商量。 不用担心,不用怀疑,他们是肯定要被人算计的。 楚阳肯定的说道,恐怕就是现在,人家已经在算计了。 面对这样子坚守原则,而且还是生死大仇的敌人,他们要是不算计,那简直就是傻子一般。 在这一点上,吴倩倩与楚阳绝对是相同的观点。 但这样的事情怎么办? 提醒,恐怕是无济于事的。 这两位上万年都是这么过来的,想要他们改变,谈何容易啊? 我已经提醒过了,而且也从最坏处打算过,给他们分析了一遍。 但是两位师父非常固执。 吴倩倩见到楚阳的目光看向他,知道他要问什么,直白地说道。 这事儿啊,说起了简单,但要是做起来,扭转他们的观念,那却是难如登天啊。 楚阳拧着眉头,不吃点苦头,恐怕他们是不会改的。 不错,眼下的形势,却绝对不能让他们吃什么苦头,因为这个苦头一吃,怕就是万劫不复啊。 只要法尊出手,那就有绝对的把握可以杀了他们。 所以先让他们吃苦头,再规劝他们的想法,也是行不通的。 楚阳拧着眉,站起来缓缓夺步。 这真是好人的悲哀啊。 好人都是这样,宁可人负我,不可我负人,总要吃过亏以后,才会察觉到一个道理。 但并不是所有真心的付出,都会换来真心的回报他,到那种时候,才会慢慢的变得有些心眼。 可到了那种时候,何尝不是一个人人生的悲哀呢? 你的意思是说,若是真的有陷阱,那就让他们先陷入险境之中。 让他们先明白对方的卑鄙,与他们这种光明正大,是如何的迂腐,在以后的行动中,摒弃这种愚蠢的做法。 紫邪情皱着眉闻道。 对啊,楚阳深深地看着紫邪情,这件事需要从长记忆。 紫邪情心领神会地点点头, 楚阳隐隐地感觉到,乌倩倩似乎对自己的身份有一种隐隐的怀疑,只是远远做不到确定的地步。 楚阳虽然还不知道乌倩倩因何会起这种怀疑,但是现在却绝对不会暴露自己身份。 这对乌倩倩也是一种保护。 楚阳,你说这件事该怎么办才好啊? 乌倩倩有些无助地问道。 师父对我很好的,我不想让他们出事。 这件事现在还急不得吧。 已经迫在眉睫了。 三天之后就是万药大典选拔赛。 选拔赛恐怕需要十天时间。 十天之后就是半个月的休整。 休整之后就是复赛。 复赛是六天。 然后再次休整,进入保证所有副菜通过的药师以完美的精神状态进入决赛。 在这个过程中,始终是药谷的人和九大至尊,用精神力营造出一种气场。 在这气场中,药师一步步地走来。 最终的胜出者,就会汇聚整个九中天大陆所有顶尖药师的气韵。 在这样的情况下,由这位得到冠军的药师亲手练至补天玉。 而且这个过程,乃是以精神力为主,以气韵来练药。 其中,在炼药的地方,在数十位至尊联手之下,破开大道虚空,引来天道之力直接灌顶,与气韵融合,才能成就补天玉的。 接下来就是九尊补天。 在这个过程中,我两位师傅定然会出手破坏。 而且,恐怕会是在最最关键的九尊补天的时候。 完打满算,到九尊补天的那个时候。 也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了。 哦,三个月。 楚阳深深地吸了口气,目光闪了闪。 到现在为止,他才真正地了解所谓的万药大典的程序,只不过想不到的是,竟然是从乌倩倩的口中了解到的。 以精神力营造气场,归拢所有的气韵,急于冠军一身。 而且练着补天玉,竟然是用气韵来练药。 只不知道用气韵练药怎么练。 楚阳皱眉沉思。 九节空间里的剑灵仍然在闭关中,对外界之事不闻不问,并不能给他答案。 还有,引天道之力直接灌顶,成就补天玉。 如此繁琐复杂,楚阳突然对着引天道之力直接灌顶,有些禅前欲低起来。 这其中的好处应该是蛮大的吧。 这样的事儿,若是至尊有空,随时可以举行啊,为什么非要千年一次呢? 紫邪情在一边问道。 想必就是因为炼制补天玉所需要的药师器云,最低要一千年才能积攒够吧。 紫邪情问得故意疑问,而楚阳回答同样是特意的回答。 这一问一答,却解了两人心中相同的疑惑,变成了肯定。 两人都同时点头,一边的吴倩倩惆长百节,他也知道最好的办法就是先让风月夫妻二人,先看到法尊的卑鄙从而醒悟。 可是一旦那样,就要让风月夫妻二人陷入危险之中,面对至少是四十位以上的至尊的围攻,而且这其中还有法尊这样子的真正站在巅峰的深不可测的大高手。 而自己这一方,根本没有这样一个人可以在危急时刻力挽狂澜。 这种人选,在吴倩倩的心中有两个,宁天涯不留情,也只有这两个人,才可以在那种时候做到将风月二人捞出来,却也必定要付出一定代价。 我仔细地想想,这件事未必就没有其他办法。 楚洋安慰,他已经决定了要做,不仅要做,而且要做得漂亮。 楚洋这位九阶建主这边,严重的缺乏高手,甚至说,基本可以说没有。 在与九大家族的对阵中,表面之上,楚洋每一步都得占便宜,步步为营,玩弄九大家族在掌骨之间。 可,这却是建筑在没有暴露身份的基础上,真正的实力对比,实在是堪称可怜。 楚洋现在,楚氏家族的力量并不能够隐为己用,否则一个照面就烟消云散了。 满打满算,身边能够算得上高手的,也就只有魏无言,万人杰,成都颖,包补还。 而且这四个,也只是相比较来说,算是高手,而且现在还没有到位。 另外,情报机构嘛,那就只有一个以嘴剑出名的南宫侍风。 紫邪情的道径之力随时都会续满,到那时就会离开。 而楚洋又不愿意接受紫邪情的建议,由他出手剿灭九大家族。 这样一来,楚洋这边的战力最高的,就是现在还不知道它是九阶建筑的月灵雪和风雨柔。 第889集到此结束,欢迎大家。